小记者接获读者来信 说她的人生出现大问题了 希望大家帮帮她 我跟我女朋友已经交往两年了 都还是大学生 并且偶尔会有小争吵 但是通常很快就和好了 但是从礼拜一开始 才突然不读不回我的讯息 也不接电话 怎么样我都找不到人 都现在已经五天了 之前从来不会这样 我虽然觉得很害怕 我不知道她是不想离我 躲着我而已 还是我做错了什么 甚至是出了什么意外 怎么办 那我这样算失恋了吗 欢迎街头的心灵导师们 可能是死掉了吧 我猜 欢迎一个女朋友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都没女朋友 我觉得啊 就是要想办法去打听她的消息这样子 那如果就是真的找不到的话 那一直放弃 可能她 她另外有 有别人啊 我猜自己删截啊 找另一个女朋友吧 可能她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吧 没回来 没有就做好自己啊 做自己的事啊 对啊 就是不用太在意她吧 我这个人比较奇怪 我觉得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可以不用回来了 因为我已经找到新的了 就是要去她家等她 看看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有危险之类的 那试试看我消失了五天 看看你会怎样 你在哪啊 要回来快一点啊 不然我会问另一个女朋友啊 如果很爱她的话 就很高久都要等啊 就等到要放弃的时候啊 很荣幸邀请到我们健康男女知性讲师 Vivi简威 嗯 有可能就是 女朋友短暂失忆而已啊 没有啦 开个小玩笑 其实就是 你可以先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独处一下 然后如果还是很担心 你可以打电话问她的家人 确保她是否安全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不要再去吵她 她自然就会来找你了 对